直接拿出谢国良提出的电动机车计划书 要求他签名背书 更有议员出动道具 你记得你对市民说过什么 送上迷你电动机车 要他别忘记当选签送电动车的承诺 24号谢国良提出草案 希望能够编列追加预算 请问我们这个政策符合追加预算的哪个要件 是否就有违反预算法的一个要求及规范 那如果一旦违反了之后 我们基隆市的总预算会不会受到影响 现在预计每台车中央加地方最高补助41000元 目标数量最少1万台 还要以太旧换新为优先 92年次的人 他有一台10年以上的中古车 你叫他10岁的时候就要有一台机车吗 批评当初的免费提供成了补助 公益服务更是从每年服务满4小时 改成加入公益服务行列 到底评判标准在哪里 针对计划书内容 蓝绿议员都有疑虑 后续还有换电站停车格的规划都需要纳入考量 要求谢国良提出更完善的计划 电动车政策能否如他预期 在下半年通过追加预算 顺利交车还得看议会买不买单 华氏新闻 郑佑千黄瑞玲 沈丽荣 吉隆报道 华氏新闻看起来 赶快订阅我们的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